月亮岛中学小熊队和中佳中学营音队的比赛现在开始 中佳中学营音队是双金式赛军比赛的王者 根据以往的战绩 我们今天的战术就是 重载参与 中佳中学营音队 人群年都未免冠军 今天是小熊队第十次挑战营音队 他们赤膚的分挑战很多 让我们赤膚赢大 好球 巫头是中佳的王牌投手 投诉测试接近136 在整个双金式中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如果张哲第三个球没有激动的话 他就要被三针出局了 规棒了 营音队的梧桐迅速地解决了第一棒 小熊队的打者就这样被三针出局了 这真是一个完美的开局啊 班晓松是小熊队的队长 看他能不能力挽狂澜 军雷达 是军雷达 现在小熊队已经束手无策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 梧桐好不赔一个类棒 梧桐这一份已经唾手可得 军雷达 我们学校的棒球队又一次不负众望地输给了中加中学棒球队连续八次 像这样的棒球队有没有存在的价值 为什么不把它解散了 把这些钱花给在其他的社团身上 学校为了接程开支 正在准备解散 棒球队 你说什么 那真的是太好了 打得这么差 留着他干嘛 我们只要好好训练 一定可以打赢比赛的 我总不见得天天让所有的人陪着你一起做梦嘛 当时说好一起努力打败营营的 你都忘了吗 笨蛋 你在做梦呢 巫头 你为什么转来月亮党 你到底有什么阴谋 我还没使出全力呢 你却一个都打不着 再来 你凭什么再来 就你这样还想拿全国冠军 其实呢 每件事情它都是有两面性的 你失败也不见得是一种坏事 但是我从来那么赢过啊 就是因为这样子才应该从失败中吸取经验啊 你知道吗 而且人家对手有什么好的技巧 你通通学过来呗 知道技术还不敢努力啊 同学们 我有一个重建棒球队的计划 是 请 你干嘛非要从组棒球队呢 你干嘛非要参加比赛 我的梦想是拿全国冠军 如果你没拿到冠军呢 如果耽误了你的学业呢 全国有这么多支球队 但是冠军只有一支 没有这么容易的 很有可能要付出你毕生的心血 但是换回来的还是失望 我可能拿不到冠军 但这是我的梦想 我有了梦想跌倒了可以爬起来 受伤了也可以继续战斗 但是我如果没有梦想 我不知道我该干嘛 我的理想是大一名宇航员 突然想当宇航员了呢 做一个人要有理想 你的理想是什么呀 也许你说得对 凭我一个人 我不能重组棒球队 不能拿到全国冠军 但这是我的梦想 我不管你知不知事 我都会拼益全力去做 不管成不成功 我都不会后悔 因为我坚信 每一个人都有梦想 也包括你 要不这样 如果你们在长跑小色里 拿到第一名 那我就在这儿棒球队 怎么能这样啊 我长跑最差了 我的莫名其妙的是 真问你 这真是你的风格 怎么了 我来呢 就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啊 现在 有一个重组棒球队的方法 也可以说是唯一的方法 是什么呀 陶老师 真的吗